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三十集夜》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在美国阿拉斯加最北边的一个鸟不拉屎的小镇 每年都有30天不见阳光的集夜 集夜来临前的这天 治安官西里哥再次对小镇的安全设施检查了一遍 以却往不出乱 由于大多数人都受不了这种整天不见阳光的日子 于是在天黑之前都纷纷的离开了小镇 负责消防安全检查的冷淡解释 是西里哥已经分居的老婆 两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一直处在冷战的街上 不过这一段我都认为好马不能吃回到老 所以一直也没好好 本来冷淡姐打算干完活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家 可半路上一不留神就跟一大兴动机械撞上了 差一点就把这姐们连任带车一起收割了 为了能按时赶到机场 冷淡姐只好硬着头皮给西里哥打了一电话 西里哥说镇上的二发被人给查了 这是命案的 我必须得亲自镇办 一会儿我让同事送你去机场 西里哥来到凶案现场 蚕食官说我狗社里的狗全都遇害 现场惨不忍睹 你可得替我做路 当冷淡姐赶到机场的时候 发现机场已经关闭了 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在这个小镇上待上一个月 天黑之后吸血鬼们出现 这帮家伙小是牛刀 首先把一龙套给攒 鸡贼哥在酒吧里正打算闹事 西里哥和冷淡姐不约跟同事赶到 两人是一镜一动 配合的还是那么天一无缝 三名工人下了弯正有说有笑吓胡闹的时候 其中一哥们突然就叫了饭票 把那姐们当时就瞎叫了 把鸡贼哥关起来之后 西里哥开始审问这个外乡人 说你打哪来又要到哪去 你来我们这到底有什么一目鬼机 可不管西里哥怎么问 这鸡贼哥始终一句话也不说 而就在这个时候 锁里的电脑和电话的信号全都中断了 鸡贼哥说他们就要来了 你们赶快跑吧 再不跑就跑不了 正说着呢 整个小镇突然就停了电 西里哥来到发电机房 看到地上血迹斑斑 值班人员已经被杀了 他急忙用车上的大喇叭向镇鸣呼叫 说乡亲们出事了 大家都赶快准备好才到 资料这预见坏蛋就往私里销 炮灰姐正在家里愣神的时候 吸血鬼大吐瓢突然破窗而入 不容分说就把这姐们儿都捕走了 西里哥回到所里 说孙子你呀行啊 还组团来无人家绕事 你们究竟来的几个人 到底有什么行动 再不招控就给你灌辣椒水上老子 鸡贼哥说大线已到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交贩票 西里哥和冷淡姐开着车出去巡查 哎呀 要说这玩过恐怖游轮的 的确不是一般 冷淡姐一看大事不好 带着西里哥开着车就跑 两人刚把吸血鬼给甩掉 突然从对讲机里又传出一个女人的惨叫 西里哥和冷淡姐急忙赶回所里 发现屋里狼藉一片 不仅他奶奶领着盒饭 他弟弟小白脸也不见了 由于帮派成立的晚 规模又小 由吸血鬼面瘫书带领的团队 一直受同行的排挤和打压 最近的日子非常的不好过 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所以这帮孙子一来到小镇 又大开杀截 鉴于形势的严峻 西里哥安排幸存者 先暂时躲在阁楼里 而他则和冷淡姐一起出去 寻找对付吸血鬼的武器 可这二位刚出门 就被面瘫书和同伙把车给掀盘了 严瞅这两人要领盘饭 胡子书开着车急着出去 转场之后 面瘫书找到了机子一哥 原来这机子一哥 一直想加入面瘫书的团队 因此面瘫书让他先到小镇打前站 杀了所有的血透 并且断了全的电 不过面瘫书这孙子 根本就不想成心 不仅没让机子一哥入伙 还羡慕杀驴把这哥们给干掉 为了把幸存者给勾引出来 面瘫书故意放出了一个诱饵 张大爷说咱得把人给救回来 西里哥说这明显就是一套 谁出去是叫干嘛 你瞅瞅 那帮孙子都在房顶上埋伏呢 得了老年吃胎的王的白 刚开始还挺安静 可时间一长是无聊 趁着上卫生间的结尾仨子聊 他儿子小王一看 急忙跟着跑步出去 要说这王的白的身体素质那是真好 这前后脚的事 等小王跑出去一看呢 发现王的白已经不见了 当他正在到处瞎穴磨的时候 一不留神就领了好汗 西里哥和冷太姐 正带人在超市拿东西的时候 遭遇到了已经变异的角落里 西里哥的弟弟小白脸 别看平时挺怂 关键时候出手还是蛮重的 一辅子就要了小罗里的命 第18天的时候 西里哥说咱不能在这待了 时间长了非冻死不可 为了让其他人顺利的转移出去 西里哥主动出去吸引吸血鬼的注意力 冷淡姐和胡子书等人正在转移的时候 张大爷突然遭到了吸血鬼的袭击 当时就挂了 随后面瘫书带人把西里哥堵在了屋里 西里哥利用日光灯反射的原理 把面瘫书的小面给毁容了 面瘫书一看这孙子敢跟自己玩音的 可气得不轻啊 急忙掐断了西里哥的电源 西里哥不敢连战 虚晃一招仨子聊了 要说还得是胡子书 不仅意高人胆大 而且心狠手辣 单枪平马就开始蛮杆 很快就把面瘫书的队伍给打完 不过双拳难敌四手 好狼驾步的群狗 胡子书很快就被面瘫书等人里包围了 要说这胡子书是真有主 为了防止自己被咬 这哥们引爆炸弹 和几个血鬼一起领了喝饭 西里哥和冷淡姐回到所里 龙套书说我被之前那个小萝莉给咬了 马上就要变异了 你给我来个痛快的 西里哥说你的要求很合理 我一定满足你 随后西里哥拎着大斧子和龙套书走进了里屋 然后七里咔嚓就把龙套书给杀了 冷淡姐为了救一个小女孩 不幸被困在了车下 而此时距离日出只剩下一天的时间 面瘫书意识到刘伟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于是便带着手下到处搞破海 打算把小镇扶植一举 眼瞅着大火离冷淡姐越来越紧 西里哥是再也走不住 为了能够救出自己的老婆 他把感染了病毒的血液注射到了体内 然后趁着自己还清醒的时候 跟面瘫书来来赏蛋糕 经过一番手我认 面瘫书最终里的喝汗 树倒狐存散 其他吸血鬼一看老大都挂了 于是全都坐脚出散了 影片的最后 西里哥迎着黎明的朝阳回飞烟面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唐诗压经 吸血鬼有千千万 救赎这国最扯淡 不仅举止太粗鲁 而且长得也难看 感谢观看